在搜寻网站上输入Google Earth 选择Google地球 在右上角下载Google地球 好,我们不要选择Google地球这个版本 右方现在有Google地球的专业版 可以免费下载 点选同意并下载 你就拥有Google地球专业版 社会领域中年级以认识我的家乡县市为范围 学生要了解自己居住的家乡地形 气候、产业、人口、交通、自然跟人文等 用Google Earth 不出门也能看到并知道家乡的状况 并兼许互动性、个别性以及序位性 让学生的学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好,现在让我们输入梦山国小附近的凤移书院 这里有一个红色地标 点选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凤移书院是一个观光区 然后其他的观光者有到这边来拍了一些照片 而且有一些评论 可以供尚未去过的人参考 或是你如果去过 你也可以写评论 以及上传照片 供其他使用者参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比例尺 把比例尺拉小 你就可以看到凤移书院附近大范围有哪些景观 如果把比例尺放大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凤移书院的建筑物 好,我们对这个景点很有兴趣 所以你可以选择加上一个地标 这样下次再进来Google Ares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保留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Google Map有曾经出现过的小黄人 好,请记得小黄人是接警服务 所以我们必须拉动它到街上 好,这个是凤移书院旁边的城隍庙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路着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凤移书院附近的街道 这里就是凤移书院的入口 好,你可以看到附近的商店 街道的样子 让你在还没去之前能有更加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离开接警服务 好,接下来请看上面这个 这里有一个显示历史图像 这个是可以看到在Google Ares之前所留存的记录 它是到2000年 你可以看看 这个地点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我们来规划路线 好,我们可以选择从凤移书院 走到凤山国小 我们可以拉动比例尺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边也可以有导览 这边是附近的 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 也可以选择把它隐藏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条蓝色的线 这个是Google Ares帮我们规划的路线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目前使用的是步行 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汽车或公车 那步行需要6分钟 加5分钟 加6分钟 总共是17分钟 所以你如果步行的话 你就可以预估 你大概需要走到17分钟 那我们可以看看如果是开车 开车就需要3分钟 它会告诉你哪里右转哪里左转 好,如果你点选公车 对不起 好,如果这边点不下去表示它并没有公车 有这样子的路线安排 接下来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 请点选工具 有一个进入飞行模拟模式 这个小朋友一定很爱 好,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飞机 F16或SR22 那我当时选F16 好,开始飞行 你可以看到你的E标板 你可以去拉动它 转变方向 糟糕 嗯,因为我操作技术太烂 所以呢,我的飞机已经坠毁 小朋友可以试试看哦 社会领域认识家乡课程 由于课本是全身使用 无法兼顾地方性 所以选择数位科技工具 成了必要的课程设计 透过Google Earth 学生可以选择大范围或小范围 以平面式的认识家乡 也可以选择街景服务 看到家乡其他地方的实景 用食物、实景 让学生亲眼所见 学习这些地形、交通、产业 都能增加学生的动机以及理解力 即便无法直接走出校园 还是能亲眼所见 学生在课程结束后非常兴奋 对家乡的认识大幅成长 更重要的是有了自我探索的能力 可以 解讯较